最近东宫正在热播当中 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欢 网友纷纷被男女主角的颜值吸引 当然还有这部电视剧的真实背景 真的是非常有感染力 再加上演员们的高颜值 真的是很美的画面啊 东宫获有两版大结局 剧粉书粉争议多 你喜欢《语》还是《语》呢 这部剧改编自同名的小说 大家都是知道的 对于小说的情节 大家应该是十分的了解了 在电视剧当中 自然是增加了不少的情节 小说中 李承鄞本身就是作为太子 去收复西域的过程当中认识了小峰 然后产生了后面的纠葛 东宫获有两版大结局 剧粉书粉争议多 你喜欢《语》还是《语》呢 但是在电视剧当中 就为李承鄞这个角色 增加了不少人性的地方 比如他不忍心杀死小峰 甚至想要带他走 但是两个人之间的 血海深仇 怎么可以多得开的 东宫获有两版大结局 剧粉书粉争议多 你喜欢《语》还是《语》呢 还增加了李承鄞和李承鄞夺的戏份 但是我觉得现在李承鄞的人设就有一些模糊了 他到底会不会为了皇位不择手段啊 目前看来都是比较任性的片段 希望在后面的剧情中不要离小说太久啊 东宫获有两版大结局 剧粉书粉争议多 你喜欢《语》还是《语》呢 目前有媒体表示 在求证过制作方表示 由于该剧的小说结局是大家都知道的 所以剧方也是在考虑要推出《语》版的结局 给观众带来惊喜和更多的可能性吧 东宫获有两版大结局 剧粉书粉争议多 你喜欢《语》还是《语》呢 但是原著粉表示 就想看《语》的原著大结局 希望看到李承鄞孤独终老吧 小枫一定要跳楼啊 但是还有剧粉表示 可以播出小说的结局 然后推出《语》版结局当作彩蛋啊 所以我们还是一起期待吧 等待大结局的播出吧 那么作为观众的你们 希望是喜剧还是悲剧呢 感谢观众的